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当地时间6月16日上午 中国第18批福黎巴嫩为和多功能公民分队 建筑公民分队 医疗分队 共410名官兵 被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 以表彰他们在任务期间为南离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的突出贡献 在上联合国和平勋章 我感到无比的激动与自豪 这是对我们维和军人的最高褒奖 同时我也感觉肩上承载的使命 各家艰巨了 在接下来的维和岁月中 我将以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 继续努力工作 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好贡献 和平勋章是联合国表彰为人类和平事业 做出突出贡献的人而设立的特殊勋章 是联合国授予维和人员的最高荣誉 授讯意识上联离部队司令充分肯定了 中国第18批福利维和部队 为黎巴嫩和平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 高度赞扬中国长期以来 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今天我们第18批福利巴嫩维和 410名官兵 被授以了联合国和平勋章 这是我们前提维和官兵的一种荣誉 也是对我们有利有效执行 赋予的维和行动的充分肯定 我们第18批福利巴嫩维和部队 自7年5月底部署以来 始终严格增行联合国宪章 以忠诚旅行使命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 高标准完成了赋予的扫离排报 工程建筑 医疗救助等任务 中国第18批福利巴嫩维和部队由多功能工兵 建筑工兵 医疗三支分队组成 自2019年5月底部署到任务区以来 安全高效清牌雷区903平方米 发现病销毁地雷1577枚 协助柬埔寨销毁地雷997枚 清牌面积和排列数量均创单批之最 此外 医疗接诊联合国人员及当地民众1万余人赐 向驻地捐赠价值10万余元人民币的医药品器械 并为当地学校圆建和平广场 赢得连离部队和当地民众的一致好评